大家好 我是五仔 大家好 我是OK仔 是 請支持我的八卦頻道 厲害了 厲害了 講娛樂 給個like支持一下 支持我們的patreon 五蚊雞 無廣告 那今天呢 厲害了 講到鄭伊健 一向都低調 他現在呢 喂 你知道大灣仔 他一群年輕人 猴兄弟 他是大哥 他的大哥是銅鑼灣 陳浩南 那些山雞 大天衣 包皮 那些全部上去大陸 北水大灣區的 過了底 本來是香港銅鑼灣 沒錯 不要緊 那留下大哥是怎樣 大哥呢 留在家打遊戲 對啦 大哥最喜歡打遊戲 每天打羽毛球 沒錯 他這個人呢 就很低調 但是你說回大陸 不回來 那當然一定有很多人 真是說 厲害呀 鄭伊健 又說人家黃錦錦錦 什麼都有的 就說人家不回大陸 不埋堆啦 有些人讚 有些人就說他不惜時務 不惜時務 你就傻了 鄭伊健有沒有回大陸 當然有 為什麼沒有 當然有 那麼慢慢和大家說說這説 另外我就會說說我最喜歡的黃錦錦錦 她回大陸了 厲害 有私人離囚無線 就是北上轉戰內地跳舞選秀節目 聖舞者道師 降低成為參賽者 哎 又是 真的覺得可惜 因為我覺得王君興很吸引,很有型,又打得很好 其實你拿一些談腿的評論,去荷里活行不行? 大家也覺得他打過幾下挺漂亮的,他好看 一定比陳法拉好,英文可以嗎?他就說英文好像可以 他就說去荷里活做打女人,他的樣子很像那些 他其實有點像拉丁的味道 很帥氣,稍後再說你王君興,偶像放在後面留保美 這個有偶像男神,鄭醫健低調抵台灣開工 他很像大灣仔,製作單位證明是有合作的 什麼?華登初上有你份嗎? 鄭醫健,近日低調去台灣拍台劇 其實台灣台劇應該錢一定比大陸少 以我所知 應該是 你只是計數都知道,人均收入,台灣哪有這麼多錢 還有台灣的劇,就算賣淘,跟中國的關係各樣 華登呢,他現在是上Evix的 他是靠那些位置去對外 他又不是很欠錢,這裡大家有很久研究 我有說過的,不是跟你們說的,是跟OK仔研究 你看看鄭醫健,他不用上去的 他根本都不用花那麼多錢 剛才說的,他喜歡打遊戲,打羽毛球 基本上他是OK仔的收入,他已經很開心 不要說我收入 他根本都不用怎麼花錢的人 你有沒有見過他開貴車? 頂老就有,打遊戲可能有 他不搞那些東西 又不是買玩具那些 他喜歡玩 就是跟老婆打遊戲,打細大傳說 他現在去台灣工作 其中華登初上製作單位就說是合作 很多人喜歡這個 很多人有自己的主觀想法 就說覺得你是不是大陸堆 但其實真的不是 他真的不是,這也是這樣報的 選擇非台灣拍台劇,都不北常 你這樣寫就不對了 鄭醫健北常,拍劇的時候 你還沒做小編 不奇怪 當然是 鄭醫健那時候 不知道你知不知 拍那套霍元甲 還剃光頭 有沒有印象? 其實不會的 你說 什麼? 風雲 風雲就是香港 風雲也不是,有需要去拍劇 告訴你 鄭醫健最早 其實1995年去台灣電視拍一套叫龍兄虎弟 台視,1995年 之後呢 2010年 在湖南衛視拍 勇往直前 日本環保之旅 台灣兩邊走的 台灣電視又拍過一個 2012超級巨星紅白藝能大照 13年又去深圳衛視 又拍那些年代秀 中天中合台 康熙來了他去過的 安徽衛視 非常正距離 台灣那個 2014年那個 紅白藝能他有份 接著又去深圳衛視 湖南衛視 他是拍很多內地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 你說他不回大陸 寧願去台灣 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 他覺得 真的你覺得 他是 中港台到處走 衛視中文台 霍元甲 他是拍劇集的 小寶與康熙 他是做陳近南的 雖則 雖則 那套東西 他是做客串性 陳近南客串 最後還死鬼謎 經常說胡德帝 北有陳近南 南有胡德帝 天地會 經常說劉家仁 和韋小寶那段 司徒的情緣 其實他早已回到大陸 可能他自己 有些不知什麼想法 一來就夠洗 二來就 未必是對的 那種生活模式 對 我記得那時候 聽譚耀文說 他們說 他不習慣 他就算只有兩天 只有兩天假 禮拜六天 禮拜一要再破碎 他都選擇下來 是的 他們不是去哪 跟別人去喝酒 喝酒 吃野味 對 有些人適合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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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說吃火鍋 不是啊 滾那些多少 古靈精怪的東西 即是辣 那些 三陸滾一滾 神仙奇不穩 吃稿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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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糟糕 有的 有很多東西吃的 那些兄弟 豬籠入水 大灣仔的爺 陳小春謝天華 林曉峰 大灣區哥哥 在內地知名度爆紅 他怎會沒有知名度 這班傢伙 他如果要走上去 每個人都叫他大佬 是的 藍哥 是嗎 講背份 是嗎 他這麼多年叫他大佬 好有趣 這班傢伙 我喜歡看他們演戲 有一套東西叫黃金兄弟 不知道你們看過沒有 他們好像很友善 其實也不是你心目中那麼友善 是嗎 即是大家做事 碰到面就友善 我記得林曉峰在製作特輯說 其實都很久沒有一起拍攝 有套東西叫黃金兄弟 曾志偉做他們的大佬 整班好像僱傭兵 林曉峰說了一句 其實很多年 他拍攝孤仔仔之後 很多年都沒試過一起坐媽一起吃飯 其實他們拍攝完之後是不友善的 就是各有各做 各有各做 即是開演唱會的時候 就出來什麼 但如果不是的話 他們就是自己各有各的 沒辦法 你那個人這麼喜歡打機 那些人 好像陳小春那些 好日都不在香港 謝天驊在電視城 根本找不到他 阿Lo都很貧泊 古惑仔 北上賺食 個個讚人仔豬籠入水 唯獨浩南哥 鄭伊健 沒有加入當中 疫情期間 樂於跟他老婆享受生活 近日秘密復工 他老婆在福江那邊 好像做日本地產 孟家衛 他們那條路 跟他們很不同 你看他們在哪裡做生意 對 在哪裡去發跡 不同 好 今次阿鄭伊健去台灣開工 原來拍什麼呢 導演蘇文勝的懸疑推理劇 百萬人的推理 故事圍繞YouTuber的連環殺人事件 什麼這樣說話 這樣來抽YouTuber水 可以啊 抽YouTuber水 所以其實是可以把 他年紀有差不多 所以他的樣子還沒有調查 你知道有些人調查起來都很調查 哦 是啊 你看到那些樣子的線紋 就是這樣說 當年他跟劉德華 有兩次合作 一次叫做超級化學霸王 他做阿Ken 劉德華做鐵面 那時候你看不到距離 接著有一套叫做決戰止禁之癲 嘩 他做西門吹雪 對 劉德華就做那個 王爺人 對 王爺 你都沒看到距離 那時候你覺得他們兩個差不多 嗯 今天的鄭伊健和今天的劉德華 劉德華是不是老了很多 是的 比較上 你只是看額頭那些 那些火車紋 那張臉 那張臉 老人家 劉德華 就算你多膩 臉多乾 你都難去補 那個抹肌 是啊 所以就 即他年紀都差不多 那一代人 但鄭伊健你看下去 就不是太老了 又是那些 對 人開心 老實說 那些皮膚就沒有以前那麼好 都是什麼 但都沒有劉德華 Youtuber的連環殺人事件這些劇情 我又覺得可以拉低年齡層 還有 鄭伊健這些 他百萬的推理 我不知道他做什麼 如果是做偵探那些 似乎又比較適合這種年紀 我已經想到那些角色 是不是柯南那些位置 對 神探那些 類似 多些想樣 對 那些不用動手動腳那些很累的 對 你還在排雲獎嗎 那些 那些 風神腿 古天樂那時候 一把年紀走去拍那套 《善女幽魂》 咬到十字引帶都斷了 對 這些位置就對了 我也有想 那時候如果Youtube拍攝 你拍不到動作 你拍不到場面 你一定要大場面 你唯有拍懸疑片 這是鬼片 這是可能他們的出路 劇組正是投資人氣劇華登初上的 什麼 什麼 總之是投資了他一些東西 有關方面回應傳媒查詢 確認鄭伊健是來台灣合作的 但細節都未能公佈 剛才是估計的 這些東西很保密 沒錯 他去台灣三個月 三個月就可以了 他現在去了台灣隔離 出關之後 鄭伊健開始投入工作 近日被發現 在台北東區百貨公司掃貨 真是開心 購物 你有得去旅行 我們沒有 人家做事 對 不過這樣說 他的兄弟 回到大陸 很多外界 其實期待鄭伊健加入 上年 連尾有 統籌開拍第二季 鄭伊健的呼聲都高 他希望這班披荊斬擊的哥哥 這個新節目《大灣仔的東西》 是有鄭伊健 但最後沒有 內地的網民都感到失望 是 是 怎樣呢 雜誌說他 鄭伊健推卸有理 有甚麼理 有甚麼理據 這麼厲害 報道指 鄭伊健未能接 古惑仔有份的真人騷 有原因的 疫情期間 他不願意長時間 留在內地拍攝 與家人分隔太久 咦 但是台灣他還可以 三個月 我不知道他們內地要做甚麼 內地好像很久 是 半年以上 可能 又真是久一點 雖然疫情 不能夠飛去 其餘第二個家 鄭伊健第二個家是日本 第二個家是日本 鄭伊健選擇在香港享受家庭生活 最重要是 這個好笑 鄭伊健有洪厚的經濟支持 很有錢 多年來賺下不少 在香港和日本都有投資物業 所以工作 從來都是 他想做甚麼 就做甚麼 這些叫做甚麼 甚麼 那個自由度 你看得到 很可憐 你說到這裡 有一個 不是古惑仔 不過跟他們一起有份 我那張照片 還站在中間 那個就是張智霖 張智霖說想退休很久 是 他老婆說你不用指望 只能夠說 鄭伊健的老婆 就是懂得投資 幫她賺錢 就不是幫她花錢 也不是的 圓靚靚的 可能想你多賺兩個錢 圓靚靚的 他轉頭跟你花了多少錢 買了那些名牌袋 Hermess 對呀 你不是開玩笑 你不用指望 你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都是的 做吧 有一天 有一天你想封咪 你的女兒跟你說 你不用指望 你不要吐血 就是繼續說 所以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那 甚麼事 再說回之前 其實他們那些傢伙 都不是太好受 因為 有說過他們思鄉病發 就說想搭大飛回香港 記得了 上去了 究竟是如何的 自己知道 心知肚明 不是說上面甚麼 只是你離開香港太久 離鄉別井那種思鄉情 對呀 不過我這樣說 很多人都有離鄉別井思鄉情 好像杜汶澤之前 在台灣 一群人吃飯 又掛念香港 又流亡去台灣 又說到多悲哀 一群七八個在那裡喝酒 亨碗 你香港亨了你的頭嗎 你都不知道有甚麼好事 你落到來 你不如回大陸 一看到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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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杜汶澤那些 香港我們這樣 沒得再回去 八個人在那裡喝酒 你在香港喝酒 你在哪個家裏做到這件事 沒錯 你在家裏搞 不是整班人在大排檔 對吧 即是 你出去的想回來 留在那裡我想出去 是啊 就是十月圍城那種感覺 是啊 所以這些事 很難說 那你說 賺食就 鄭醫健那些大把錢 看看 內地人有沒有這樣的福分 你知道鄭醫健那些很隨心 他意思就是 一倒他的光彩 那種福分 沒錯 我老實說 看回他以前的電影 更好看 嗯 鄭醫健有一期真的很有型 黃禎說過 不知道你認不認同 鄭醫健有一期是比劉德華 你覺得 各 有 是的 有一期他比劉德華 就是他的古惑仔那期 沒錯 每個都是陳浩南 藍哥 沒錯 那期他是比劉德華 你不覺得劉德華那時候 為什麼這樣說 他都有拍古惑仔 龍在邊緣 龍在江湖 其實你不知道為什麼他這樣說 劉德華那時候是低潮 嗯 他是那間公司破產 然後黃禎說八十萬一部 拍 全年任拍 不知道幾千萬 任拍 他是拿了香港最受歡迎男歌手 走去做古惑仔 走去拍黑馬王子 即是他本身已經是最紅的了 但沒辦法 那個環境 然後破產了 是啊 當你最高地位 其實已經可能去到法哥那個位 掉下來 走去做古惑仔 是 你會覺得格格不入 但也好看 是 留下了經典出來 那一期是 那一期是 鄭伊健是一代男神 連韓國的男生都很喜歡他 那一期是 已經是影響到整個香港 電影圈 娛樂圈 去到台灣 每個人都開口 鄭伊健 當然周伯侯的地位 沒有他們兩個那麼厲害 一定 還有鄭伊健長頭髮 沒錯 那一期鄭伊健紅 所有入行的男生都要留長頭髮 長毛 陳曉冬 謝霆鋒 每個人都要留長頭髮 還有很多個 沒有再做 不能說 很多個要跟著長頭髮 所謂的MK6 那副長頭髮 是啊 不長也不行 你做短頭髮 簡直是不入頭髮 對 做明星就要帶領潮流 沒錯 再說說 另一位女藝人是王君興 他回大陸做事 他原來在TVBing14年 利潮無先 就回大陸 他說王君興 2007年是港姐亞軍入行 我覺得這麼多屆 港姐來說 他已經算是差不多了 我起碼記得 我記得有這個人 而正面記得 尤其是近排的劇 其實近排劇就是 到幾年前拍下的劇 是 大家近排播的劇 不是 很嚴重的 鐵拳英雄三年前拍下 三年後 你和我有人欣賞 三年? 一條女兒有多少個三年 一個女藝人 嘩 三年 你想想他三十頭拍的劇 到三十 中 他才有人看到 是啊 三年 差很遠 城寨英雄和鐵拳英雄 都是打女角色 就是攝高峰 其實他之前和王子華拍的 都挺正的 那一套不知什麼鬼 我忘記了 是否洞篤神探 他有做過女警 他拍過很多TVB劇 其實我是看完他 鐵拳英雄之後 才看回他之前的事情 就覺得他一直都做得不錯 因為我之前沒有看電視 所以就比較少留意 那麼他說 這一排 這一年 是投行致散的 約滿了毛線 可能這個就有興趣了 他也是想轉工唱歌跳舞 不過慘就慘在你唱歌跳舞 基本上市場就是很... 有很多人分嗎 也是 也就是 尤其是在內地 就好像跑馬跑側身 跑馬跑側身 四歲 接下來這個星期 就是打鼻 四歲 又說最輝煌的時候 你三十五歲 都不是大 但是不是小 所以就 如果 我看你踢腳踢得這麼漂亮 你在荷里活頂 楊子晴的位置 可以嗎 你有這麼有型 他要... 他要找洞路 找人去帶他 例如 如果有阿欣子丹這些 就是帶他進去 其實也是 你是吹 有一點點 怎樣說呢 陳法拉肯定是TVB女主角 但是你過到去 你都說是自己TVB女主角 又懂得打 要Casting 要撞 要 要 我覺得好過回大陸 我覺得 人太多了 他... 你看那個市場 想怎樣 都是看自己的意願 如果你說 我真的很喜歡內地抖音的音樂曲風 那種跳舞 要在那裡找的 這是個人意願 但是我看過去 內地的人 香港又湧上去賺錢 內地又有一群女 那個 鬥下去很多人 我明白 而且他始終現在想的事情 我們想過 他現在想做的事情 有兩個市場 是啊 電影、動作、演員、荷里活 然後另一個就是內地 做唱歌、跳舞、女團 你想想 唱歌、跳舞 在內地有多少女生做抖音 是啊 穿衣服也有 不穿衣服更多 什麼時候看到你呢 但是你說 喂 如果你說 我自己的brainstorm 我們這麼喜歡看你打 喂 你擺姿勢而已 你打幾東西 其餘很多都是替身 你有個形象這樣在 沒有人跟你爭 要試正的 我知道香港有個Juju 好打的 但是你說 如果說樣子的型格 又沒有人不夠你殺 黃君興 所以我覺得 真的 寫意取難 現在有一點 因為你 一做音樂 那些跳舞 我自己覺得 你不要只在內地 香港 大家看得到 之前 那個《造星》 那些 是不是 有傳說 他會過當ViuTV 打對台 但是最新的消息 就說他在內地 跳舞選秀秀 裡面 就北上組 國產女團出道 這樣就糟了 是不是 大陸女團 這個最新消息 ViuTV 我覺得就不會 ViuTV 好像也沒有什麼動作片 ViuTV動作片 他去到就變成文器 ViuTV做的文藝片 他是很文青的 你不覺得ViuTV的劇 是很文青的 我稱它為文藝片 我覺得 文青片 好像浪費了那些新手 他那麼好新手 那個人又那麼辣 不過他是喜歡跳舞的 你喜歡跳舞的 很性感的舞 他找林梓祥的兒子 拍MV 很性感的 內地向來什麼節目都有 黃君興最近 監獄了一個跳舞選秀秀的機會 北上參加全新節目 了不起的舞社 正式向跳舞行業發展 了不起舞社 是一個形式創新的跳舞選秀節目 由內地藝人擔任 這個舞團領隊主打女子團體跳舞 雖然官方製作組 暫時沒有公佈過正式參賽者的名單 但網上有不少花水流出 而黃君興也分享了 和內地女團GN2Z48成員 一起跳舞切磋的影片 似乎在劇透 唉 玩就好了 沒有的 其實是沒得玩的 什麼 這個時候他衝上去搏 誰可以的 但你這些 我自己覺得 這一局是要定位的 將自己擺在哪個位置 要不然 一會兒你想想 再過多幾年 你才想去做 荷里活動作演員 到時候你很難踢 你體力支持不住 四十歲就差不多 不過也是 越快想越好 要找路走 對 不過這行很差 難道阿花拉過了會發拉億你嗎 對不對 沒有的 這些要自己 我們講就容易了 沒錯 講就容易做的真是難 你說香港的舞台又少 因為發揮到新手又不多 像你剛才說的 恩子丹 如果適合他 找他帶他 帶他入行 對 恩子丹的外面有名 不是 什麼 梁朝偉之前 都是Marvel 拍上戲 那些 你不如 叫做TVB 你會不會 有這些機會 帶他們過去 TVB 不是 我意思是 大家都是TVB的人 你得知有這些女演員 有這樣的能力 那你就 我告訴你 推薦他過去 沒有的 做演員很難賤人 梁朝偉認識到他 真的很幸運 認識到幕後 比較穩陣 要製作班底 認識到副導 比認識到演員 演員幫不到 演員也是被擺佈的一個 除非你大到你老闆 陳龍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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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空著嗎 不行 不行 人渣是豬聲 哈哈哈哈 空著話 人渣是豬聲 對不對 不能夠 不能夠 對對對 這樣 希望他可以打出名堂 也是 跳舞的舞和舞蹈的舞 都是一脈相承的 所以我們看到郭富城 之前年輕人打的動作片 挺好看的 希望他可以兼著做 看看他在內地 我反而覺得他在內地 現在玩的難度更加大 真的 當然 你做舞者 做跳唱的 你又沒有代表作 你有首歌才行 我也有首歌 問題就是 你內地有這麼多人 有這麼多青春的人 沒錯 這件事是很難去 對 一個藝人如何去經營自己 最重要 沒錯 找到一個定位 人做你就做 人不做你就做 殺出新血路 人做你就做 就只能做 人沒有你有你就行了 對 最重要是有一個獨特性 對 我剛剛 梅姐那部戲 梅艷芳說的 做這行 最重要 你有的 別人沒有 你有十二路痰腿 那些年輕人 可能你都年輕 你覺得自己都年輕 可以跟那些年輕人鬥 但那些年輕人的痰腿 沒有你那麼厲害 當然 當然 你花慢 你難得有這些 發掘到自己的好東西 這些是pro flow 沒錯 那些男人也喜歡 我 如果看跳舞 我未必看黃君興 我知道她也很棒 但有很多選擇 但你說看打架 我一想起她 是 看看她如何經營自己 希望有一天 她可以成為 世界最厲害的 動作女星 希望 希望 我純粹因為 我真的被她圈了粉 跑去她的 Youtube留言 她每個人不回答 真的回答我 我多謝 沒錯 多謝她 她知道我是誰 希望她努力 加油總之 下次再談 拜拜